美国正酝酿更大冲突 中东已集体转向 中国立场双重变化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正酝酿更大冲突 中东已集体转向 中国立场双重变化 最近呢 以色列不断威胁要进攻黎巴嫩珍珠党 还说已经完成了相关大规模军事行动部署 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美国表面看着是想拉架的 但是美国拉的是偏架 这只会激化更大的矛盾 在前不久 以色列宣布批准对珍珠党行动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使抵达黎巴嫩和珍珠党提条件 打都没开始打 美国就让人从边境往后撤退几十公里 珍珠党能答应吗 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官员还威胁 珍珠党如果不同意 美国将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美国航母战斗群也将参加战斗 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准备接替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紧接着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访问美国 讨论下一步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冲突 但主要目的还是促使 美国解冻一支扣留的本该输送到以色列的重型炸弹 从这儿也能看出以色列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来的 而是为下一步行动做军事准备 而在会晤之后 多名匿名官员还透露 美方准备警告珍珠党 不要指望美方能够阻挡以色列发起进攻 说得好听 就别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啊 这次美国的态度有点放任以色列的意思 如果以色列真的攻击黎巴嫩 那跟巴以冲突烈度肯定不是一个量级 可能更多中东国家都会被卷入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在联合国案例会上点名批评了以色列和美国 国际社会要求立即停止推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不要把整个中东地区突入一场更大的浩劫 简单翻译一下 中东这个习 美国如果再上桌 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有当头棒喝的意思 中国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 多次明确支持整个中东 包括此前说的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 也不只是停留在口条上 批判的武器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 最近中国国防部主办 国防大学国际访务学院承办 中国阿拉伯国家高级军官研讨班 主要内容就是双方安全和访务合作 其实通过这个平台 双方能加强军事合作 比如武器贸易 联合演习 军事培训 还能互相分享情报以及战术策略等 有助于中国加强在中东的影响力 也有助于中东在处理地区事务中更有主动权 而在这之前 包括阿联酋 巴林 埃及 托尼斯 四国领导人访华 都是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 在巴以问题上属于奇强派 在这个敏感时刻 连他们都集体访华 什么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而逊逆派的老大沙特 不仅在金融方面跟中国打得火热 最近沙特国防大臣还突然访华 访华的背景是美国正翻旧账 用911事件剑指沙特 最近还有个消息传出 巴勒斯坦 法塔赫和哈马斯准备在中国进行第二轮磋商 从中东这些国家行动来看 他们正在集体转向中国 寻求安全保障 经济合作 中国的立场也明显有双重变化 在联合国为一个地区重磅发声 并开始主动用武器批判 以前我们在中东只是做点小生意和能源贸易 现在仿务合作也开始跟上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